可能听过一个说法 亚马逊和流域的森林是世界之费 但是现在高雄市也想打造一个人工的城市之费 现在高雄市政府呢 打算在城市里头建造一个森林的公园 不仅要提供民众运动散步之用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鸟类 蝴蝶等等生态圈能够聚集过来 目前预定计划是打造一个15公顷的森林绿地 色彩鲜艳的鸟儿在枝头上栖息 偶尔还会传来月娥的鸣叫声 让忙碌的都市人忍不住都放慢了脚步 喷水池不断地喷出清澈的水柱 仿佛洗去了心灵的尘埃 换来宁静的心情 走在绿印步道上深呼吸 就像在深山里头享受分多金的洗礼 我们利用原来的公园用地 还有我们市政府也提供了部分的土地出来 把它建过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森林公园 包括我们森林公园东侧的空地粒的话 加起来约15公顷 园内不但设计了雨水回收再利用的湿地活水计划 还把园区里头所有的地表雨水 经由排水草沟收集到地下的雨水铺满 供应湿地补水以及园区里头花木灌溉来使用 形成生态的水循环系统 而管理中心更是以绿建筑的概念设计 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 增加空气的对流 凹子底森林公园不但将成为高雄市民的新休闲重心 同时也把爱地球的理念 彻彻底底地实践到日常生活里头 联系文黄启运 宋沛城 高雄报道